大家好,我是雀 我們今天要來講什麼 大家一定都聽過的 你沒看過你也一定聽過的就是 雨神同行最後審帕 為什麼要講這部片呢 因為我發現我的部落格每次只要有新片 就是下檔之後呢 他有一個時間點突然那個 點閱率都回來了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他出DVD的時候 雨神同行出DVD啦 他去年是在 8月8號的時候出雨神同行 最後審判這部片 然後大家又想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要在父親節的時候出這部片 然後看完你就會謊人大悟 上一集雨神同行講的是 母親母愛讓你淚崩 這一次就是講父愛 真的是這樣子喔 但是它是裡面一個彩蛋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爆雷給你聽 但總之就是一個父愛的故事 那為什麼會是父愛的故事呢 又不能爆雷那我要跟你講什麼呢 讓我想一下 而且為什麼雨神同行 好先講這隻老虎好了 這隻老虎呢 它就是其來有之是 它其實就是自取為武山的那隻老虎 騙你的啦 不是但是呢 因為這個雨神同行呢 它的特效製作團隊呢 是得過金馬獎的特效製作團隊 所以這隻老虎呢 你就可以去想像一下 知取為武山的那隻老虎 大概也是長這樣 還蠻像的吧 其實老虎就是都長這樣啊 對 所以其實它要跟你講一件什麼事情 這個導演真的是很玩物上知 它本來就是聽說是那個特效很厲害的導演 然後呢 它就弄了老虎之外 裡面還有很多很奇妙的東西喔 例如說金魚啊恐龍啊 什麼海怪啊 什麼奇瓜的東西啊 它都會有喔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是在炫技啊 它也是在炫技 它只是要跟你講說 韓國電影工業可以做到好萊塢的所有效果 然後它全部可以給你試一遍 反正你讓它賺很多嘛 然後成本很高 然後它這部電影看點是什麼呢 李正載耶 還有金像洗耶 很可愛 李正載啊金像洗 李正載 好 就是這兩個人之外呢 還有我們還有知道那個 男主角何振宇 還有我們的姐苑賣朱智 就是這兩個人就還 真的顏值都挺高的 然后他们有来台湾宣传也是人很nice 然后就会加分嘛 你看台湾市场那么小 还会有国际引人来台给我们看 我觉得还蛮感人的 但李正宅没有来 所以跳过他 然后金香奇就有来咯 然后他很可爱啊 他现在也在台湾有还蛮多的粉丝 然后他店里面其实 好讲与神同行这件事情呢 他是有原著韩国的漫画原著来的 然后呢 但是导演呢 把原著改的乱七八糟 全部都不像了 但是只有这个角色 只有这个角色 完全保留了他前世今生 还有他在电影跟漫画里面的个性 还有造型也好 所有的东西的人设都没有被推翻 就只有他hold住了 其他的东西 解月麦啊 何正宇那个江宁公子啊 还有言罗王啊 鸡哩瓜啊 全部都被改掉了 所以呢 其实这个是很典型 如果你要去想说 啊我好想要知道 与神同行的原著在演什么 你在电影里面一定看不到哦 你只要看他就好了 其他的都跟原著没有关系 好吗 好 那接下来呢 还有最重要的看点就是我们的 何正宇 好 何正宇呢 他在这部片里面呢 他就有点像是 不知道在忙什么 你就觉得他在瞎忙 但是他忙其实是为了他要赎罪 那赎什么罪呢 在电影的最后一个moment会跟你讲 其实这部片也是蛮腻 蛮 长蛮多很深的梗 很多人都认为 与神同行第二集 没有与神同行第一集好看 我跟你讲 我完全跟你们相反 我觉得与神同行第二集 比第一集好看 为什么呢 因为与神同行第一集呢 我觉得他每次 妈妈跟儿子在那一段 互相告解的时候 哭的时候 我都觉得有点生气 我一边哭一边生气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逼我哭呢 为什么你的戏剧的那个 操控精准到逼我掉泪呢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掉泪啊 为什么我掉泪了呢 因为你很厉害嘛 所以你是在炫技咯 哦 所以你讲话故事的方法 不够真诚咯 要不然为什么 我觉得我哭的时候 会对你生气呢 第二集都没有这个问题 第二集很好 他们哭的 让我哭的很舒服 很自然 OK 那导演 你有很长足的进步哦 我欢迎你在拍第三集 听说也真的要拍第三集 但是大家就想 第三集到底有什么好梗可以拍的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人物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开心果也就是 我现在忘记他的名字 那个韩国第一个演 我的野蛮女友那个男主角 他不是演第一集的贵人吗 然后那个 我的野蛮女友那个男主角啊 他其实已经升天了嘛 然后这一集呢 这个是他的弟弟 来给他当第二个 第二集的贵人来审判哦 然后第二集的这个贵人来审判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你知道 一个鲁蛇的弟弟 为什么说他鲁蛇呢 因为一 他法律练了很多年都没有毕业 然后还没考上律师 有好像通过第一集 第一个考试门槛之类的 然后二 他也是被害死的 所以他一开始是冤死鬼 然后所以被追杀 然后三 他因为是侯振宇跟他两个人一起 就是要度过这一次第二集的 那个言罗网重重的考验 然后后来发现 言网觉得说 啊这个人是个人才啊 为什么呢 因为全片从头到尾 大家都很怕何振宇饰演的江灵公子 就只有这个角色 他听不怕听不怕 一天到晚在那边呛江灵公子 然后言网就觉得很欣赏他 就问他说 诶你要不要来当我的 与神同期的神的死者啊 所以如果真的有第三集 他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要脚哦 那他带着谁去审判呢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反正我也不是编剧 我也不知道电影也还没开始 所以如果你还是想要再继续看下去的话 他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最后我们要讲一下解怨麦啊 解怨麦朱志勋有什么好讲的呢 这部片基本上所有的商业元素都不太有 但是就是靠他撑 然后他就是在里面 就是只要帅就好没烦恼 他就从头到尾就帅到 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地步 然后呢 不论你是零到九十九岁的少女 你都会少女心蹦蹦蹦蹦蹦哦 你就看到哇好帅就这样 当然他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演技不错的啦 我觉得朱志勋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以前是咖啡王子一号店什么东西的 我像派出生的嘛 然后后来不是又有不好的新闻吗 然后一度被奉杀 竟然重新又站起来了 所以其实还蛮了不起的 最重要的是我有跟他合照 诶没有 诶我应该要拿出来看吗 当初去新加坡 但是是另外一个不是宇晨 诶我在宇晨重新有跟他合照吗 我忘记了 但是他1月25号在台湾 诶全世界的Netflix有上映一出叫做 李斯朝鲜的电视剧 我们等一下讲一下好了 这部电视剧里面他是男主角 耶 然后我们也去采访他 耶 然后就有拍到照 耶 好 敬请期待 李斯朝鲜 好我们那个宇晨重新讲完了 诶 MOD要上了 OTD要上了 DVD也要上了 请大家可以去购买 然后过年的时候可以跟家人一起看这么沉重的电影哦 哦